秀林乡公所在两年前就积极地 在各部落宣传设置纳谷墙 来解决公务用地不足的问题 今年度有米亚湾部落 水源部落和布拉丹部落 行使部落会议同意权 那时候获得了族人的认同 秀林乡公所也积极地进行规划作业 办理说明会 预计在今年度年底以前 先行施作完工 十年前秀林乡坟墓用地 已经进入饱和的阶段了 四年前公所就开始在各部落进行宣导 经过多年的沟通之后 今年度米亚湾部落 水源部落和布拉丹部落 在召开部落会议行使同意权的时候 获得族人们的同意 并且今年度要进行施作 那现在米亚湾的部落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设计划跟早上执照已经取得了 那目前是等到 现在要等原民会的 原保地租金的核定喊下来 我们是直接可以发包 直接做那个施工的事宜 那有关于 有关于那个水源部落的部分 水源部落部分 它是因为涉及到 它现在用地并非是殡葬用地 所以我们现在有委托 这一厂商来做边跟边定的事情 先做边跟边定的合法殡葬用地的时候 你在后面再继续试做它的设置 跟早上执照取得 就可以建置一个纳谷墙了 然后第三个地方就是在景美的三战部落 这三战部落的部分 在去年12月底已经经过票决同意 同意让公所来施作纳谷墙的相关议题 那现在就是那边 三战的部落公墓它比较急迫心说 它们已经满葬了 所以在这次我们有 今年多的编列相关的预算 取决火化到 置入到您属纳谷贵的所有预算 来编列在处理来 同意来整治那个公墓满上的问题 那今年度的开始 我们会依据在三个部落 来召开 两件事纳谷墙的说明会 第一个部落是在 同门村的荣书部落 第二个部落在 嘉明村的嘉明部落 第三个部落是在 秀林村的秀林部落 这三处会陆续说明 票决同意的 接着纳谷墙的相关议题 也希望各部落 能够同意支持 公所新的政策 好的方向 秀林相公所 并上管理所所长林嘉旺表示 公所今年度 纳谷墙先是做三个部落 年底就会全部完成 而在下半年度 也会和秀林部落 以及其他部落 持续宣导说明 必须获得部落 二分之一以上的同意 才能够进入下一个阶段 公所也会持续和地方 保持互动 若是解决目的部署的问题 记得继续学习报道